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讲的就是跟题目一样的 那不知道有些同学可去啊 我反正这一期是分两期做 万楼的观众看一集 然后soniverse的同学看一集这样子 首先打开先还是先要把软件打开 那主要我们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怎么样在key shot的时候 就是说画到一半的时候 就宣到一半时候我想改要怎么办 对那首先这样子我们还是要sketch 对吧我们肯定还是要有一些模型 就那这招反正是这样子 不是万事万零 soniverse的话问题可能会比 那边少一点这样子 因为soniverse的限制软件限制本来就很大 而且它可动性本来也很低 对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这样子可能是 老高一点吧 反正这个随便老高点 我喜欢就偏正一点一个方体 这样子那 那现在我们一个实体有了吧 对吧这一块我相信你们都能看得懂 那首先这样子 然后储存下desktop一个parts 那储存完以后 那我们看到有这个东西咯 那样我我已经先把key shot给预先打开了 那import对吧 那反正就是那个导入进去时候 那还是一样 那先那个输入回去我们的自己一个 就是自己有的一个数值 那你看到啊反正就反光色个人喜欢金色 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反光色让你们看各种面的变化 就是说模型上面面的变化会比较好一点 这样子一个情况 那这样子 哎可能是说再拉个煎变小光面这样子 哎你看到其实这样子一个见面就非常低速感非常足 那有时候可能会把前面这找一找前面这块有没有一个光位啊 好像差不多这样子啊 那这样子我们看 啊等一下 好了不好意思我回来了 刚刚讲到就是说呢 首先把这个光位我们调整一下 那这时候差不多要调整的调整 差不多时候我们一样把储存吧 反正就是一样子一样子一个pass one的一个 对pass one的一个状态 好的那这样子ok了以后是吧 那我们这时候比如说这样子 其实就可以做一个渲染了是吧 啊但是呢我想做一个修改 那有一个方法可以这样子的 啊 projectsense projectsense以后pass对 你看到对这里其实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修改 你看到开导音了 但是有会会穿帮 你看这也是直的这个地方 反正就是这么看 有时候太细的弄个这样子小效果 是没有问题 这是一种第一种解解决方法 但是呢 那个啊对 然后呢 呃但这样子如果这时候 呃我想修改我那模型了 那首先一样我回去这里 那因为现在我们两个东西都有存档了对吧 两个东西都有存档了那我一样 那一个我随便画两个东西吧 好吧 呃 ok 那可能就这次我可能就这样子往上来了啊 这样子两个东西 那这两个那这时候我把pass one给copy一个出来 为什么保留原文件就是这样子 那这时候我我储存一下 那就能copy那个是原件pass one是我新画的 其实在图表里面也能看得出来 然后这个update geography 这就是第二种方法 刚刚第一种导圆角啊 第二种是这个update geography ok import 哎你看了这时候就ok了对吧 呃那样我们一样可以导圆角的没有问题的 同时你也看到 一样可以导圆角 另外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你看他是可以直接就是那个整个东西 比如说我哪些键 我直接扔进去 他就全都可以直接同化 懂了吧 就直接进行更新 这样子 所以说呃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 这就是soniverse如何去更新一个 你看本来的一个 环境都都在 就是说环境环境数值还有等等的大小都不会变化 这样子进行更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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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更新各 Civil 那还有些比如说中表后壳前壳 反正按流,等等都可以用这招 是不是很简单 但记得你们要保留好这个原文件对的 算是这样子会比玩弄那块简单很多 对他没有那么多麻烦 因为本身的一个限制性比较大 所以出来的模型也会比较好 这样子啊 好的 那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 或者什么不懂的 可以加微信对的 我看到会回你啊 好的 那一个谢谢大家